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前不久,一对来自浙江广州的夫妻 几乎同时被查出截止肠癌 为什么会这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毅夫医院 普外科周围主任医师表示 夫妻癌的产生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经过分析,这对夫妻发病原因 与长期共同的不良饮食习惯脱不了干系 生活过于节省,经常吃隔夜菜 有时把隔夜的和新鲜的菜一起炒了吃 陪老伴看病,夫妻双双查出截肠癌 对于34岁的陈先生来说 这两个月的心情可谓跌宕起伏 4月中下旬,因为持续腹痛 上厕所时还发现大便带血 家住泰州的陈大伯在当地医院做了肠镜检查 结果把陈大伯吓坏了 可能是结肠癌,而且是多发病灶,得尽快手术 医生告诉陈先生 当考虑到陈先生有防颤和糖尿病病时 当地医生建议陈先生到邵逸夫医院就诊 周主任医师接诊后评估,先生需要尽快住院治疗 考虑到有多发病灶,病理学诊断是决定手术范围的关键 他立即联系病理科主任金主任医师 对陈大伯的病理切片进行会诊,最终结论是三处结肠多发癌 与此同时,陈大伯的术前检查结果出来 有关心病可能,经过心内科张文斌副主任医师会诊后 决定先进行灌脉造影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陈大伯两支灌脉超过75%狭窄 需要放置支架 但是支架植入后需要立即口服两种抗拧药物 会影响凝血功能 手术必须延后 周医师治疗团队发起了一次多学科讨论 经过肿瘤内科 心内科共同会诊后决定 先给予一次化疗控制肿瘤进展 一月后停用双抗拧药物 来用低分子甘素抗拧后手术 这样医不会耽搁肿瘤的治疗 另外也减少心脏支架血栓发生的危险 无巧不成书 陈大伯的治疗 进展到这个阶段时 有一天陪着陈大伯看病的妻子 听了医生的分析 主动跑来和主管医生说 我也有和他类似的症状啊 医生们一听不敢懈怠 立即给他联系了肠镜检查 结果也发现了三处大吸肉 其中两处已经癌变 老爸的问题没有解决 老妈又急需手术了 家里一下子查出两个癌症患者 儿女们都很发愁 病房护士长杨斐敏 刻意为他们申请了夫妻病房 把两个老人家安排在同一个病房里 一方面利于夫妻俩相互打气 另一方面也方便家属照顾 经过多学科团队诊疗 目前陈大伯夫妻俩都已接受了手术治疗 并顺利出院 幸运的是由于两人发现肠癌比较及时 癌细胞尚未出现转移 生活太节省 夫妻俩经常食用隔夜菜 夫妻同患一种癌症 难道意味着癌症也会传染 这种情况多见吗 周伟医生解释 癌症本身并不会传染 夫妻癌的产生 或跟在于夫妻俩相近的生活方式 主要与饮食习惯、情绪、环境污染等有关 以陈大伯夫妇为例 他们双双患上肠癌与不良的饮食习惯 脱不了干系 陈大伯说 他和妻子在饮食上都属于重口味 腌菜、咸鱼干是餐桌上的常客 平时夫妻俩比较节俭 一餐吃不完 就把剩菜放进冰箱 第二餐继续吃 有时还和新鲜的菜混在一起炒着吃 常常是一个菜吃三天 长期食用隔夜菜、没变的食物 容易摄入过多的亚硝酸盐 从而又发消化到癌症 另外 高糖、高脂肪、低膳食纤维的饮食结构 以及加工过的肉类产品 也容易增加肠癌的发病率 夫妻一方患癌 另一方就在劫难逃吗? 周围表示 只要夫妻双方尽早改变不科学的生活方式 做到健康饮食尽量减少加工肉类摄入 多食用水果蔬菜及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心态平和 室内环境清新 适当锻炼 控制体重等 就可以尽量避免夫妻癌的发生了 今天三甲正面回应 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 怎么吃 隔夜饭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过量食用亚硝酸盐 会引起缺氧性中毒症状 甚至致命 过量亚硝酸盐进入人体后 会在口腔 为内核肠道中与蛋白质的分解产物案 结合为亚硝酸案 亚硝酸案为强制癌物 又引起食道癌 胃癌 肠癌等高度风险 还对胚胎有致肌作用 所以 食用含有过量亚硝酸盐的饭菜 有致癌风险 但是 明知有风险 有不少老人养成一辈子的节俭习惯 改起来真的很难 那怎么办呢 五个建议帮你减少风险 对食物进行合理加工 也可以减少硝酸盐的含量 比如去皮 水清洗 水或盐水浸泡 水煮蒸或烫的 预估到有剩饭菜时 尽可能在出锅时单独分类剩放放凉 冷却后 及时密封分类冷藏 放置时间建议蔬菜和豆制品不超过24小时 肉类不超过48小时 保存隔夜汤时 最好是汤底不要放盐之类的调味料 并用玻璃或陶瓷器敏如瓦锅 盛装冷藏在冰箱里 另外 食用剩饭菜时 应彻底加热 以杀面剩饭菜中可能滋生的致病菌及其毒素 分清楚 种类不同风险也不同 熟肉类还容易繁殖肉毒杆菌及其肉毒素 肉毒素毒性很强 虽然彻底加热100以上加热10分钟可以破坏其毒性 但经常吃放置时间长的剩肉菜安全风险很大 豆制品更容易腐败变质 最好不隔夜 蔬菜类 叶饼类蔬菜和深绿色叶菜所含的硝酸盐最高 鼠类和根筋类自然后是零筋类蔬菜 果实类和种子或嫩甲类蔬菜含量相对最低 蔬菜中的硝酸盐在运输加工及放置过程中能够还原为亚硝酸盐 所以尽量避免吃隔夜的绿叶剩菜 比如菠菜 夜用芥菜等 淀粉类像圣米饭和圣米粥最好在4小时内吃完 因为它们容易被葡萄球菌和黄曲霉菌寄生 而这类细菌的毒素在高温加热之下也不会被分解 非常容易引起中毒 总之偶尔一次剩饭菜无伤大雅 但是不建议长期食用 毕竟剩饭菜不能满足人体对营养素需求 特别孕妇、儿童、慢性病特殊人群要谨慎 要想远离肠癌 还应该多吃各种新鲜蔬菜以及水果 比如香蕉、苹果、猕猴桃、包菜、芹菜等 多吃这些新鲜蔬果 不仅可以增强胃肠蠕动 而且可以有效避免便秘 这样不仅有利于抑制致癌物质形成 而且还有利于减少致癌物对肠臂的损害 从而使胃肠到环境更加健康 好了那么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了用上您那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